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呢 叫做这个宣光现象 宣光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偏振光 通过一个宣光物质的时候啊 它这个偏振面会发生偏转 哦 就这样 那现象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个偏振光过来了啊 透过这个宣光物质 它就会偏转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等于多少呢 这个角度是跟长度成正比的 前面这个东西呢叫宣光率 一般来说这个宣光率是什么呢 是波长平方乘反比 那波长平方乘反比的话 这就有意思 这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宣光射散 宣光射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假如说你过来的是单射光的话 当然你这个偏振光就选了一个偏振角 可是如果你过来的是一个白光 那你这个其他光都在这发生这个宣光 对不对 振动面都会有一个偏转 可是偏转的大小 因为宣光率是跟波长有关系 所以偏转的大小不一样 于是白光过来以后 本来有一个 只有一个偏振面的一个白光过来 结果通过这个宣光物质以后呢 就变成了各种波长不一样的 各种各标长不一样的光呢 它的偏振面是不一样的情况 对不对 这个就是当时我不是拿这个东西搞过这个吗 这个光跟这个情况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同颜色的光偏转面是不一样的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把它种出来从地里 然后把它榨出来 那这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里边装的就是这个折糖溶液 这是糖的溶液 那这个糖的溶液呢 实际上就是炫光物质 糖溶液就是炫光物质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吃饭以后 我们生物体不是自己可以产生葡萄糖吗 那么你自己产生这种葡萄糖呢 它也是变成他们说具体 比如说你天然种的折糖是右旋物质的话 我们这天然产生的葡萄糖呢 它也是右旋的 就是说天然产生的东西都是右旋的 可是如果你人工合成糖的话呢 那糖那个那种糖呢 它是左旋物质和右旋物质 右旋糖它是各半 混合各半 这很有意思 有意思 还更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说我们吃糖 你吃了左旋糖和右旋糖的话 你只吸收右旋糖 左旋糖你不吸收 还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左旋物质和右旋物质 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对称这一点 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不是放的是这个糖水吗 糖水它不是这个炫光吗 炫光物质 所以上下边部分呢是这个装了糖水 上半部分是空的 空的这边是偏振光 然后通过它以后呢 它就不是变成不是炫光吗 然后这个前面加了一个偏振片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你观察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 是不是 我这个中间呢 加了一个红的这个绿光片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马马虎虎是一个单色光过来 单色的偏振光通过下边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悬光 对不对 所以它悬了一个悬了一个角度 它悬没悬角度 它是这么看的 你看我现在转这个角度啊 你能看到上边那个 我看啊 我自己先调 大概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 我现在大概是啥 你看我这个洞啊 你看上半部分 注意啊 你看上半部分 按了 就是你当然并不是完全变黑 因为它从下边还有光 那个散射上来什么的 所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比较暗的 对不对 可是呢 红光下边过来的红光啊 因为本来它俩出来的偏振光方向是一样的 可是通过下边以后出现了悬光 偏振那个角度 所以它暗的地方不是在这 而是在另一个位置 你看注意一下 下边红光 大概是这个位置 暗了 是吗 下面这个位置暗了 刚才这个位置 下边不暗 明白这是什么 所以另一个位置暗 说明发生了悬光 对不对 如果我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绿光片拿掉 那就是白光了 白光的话你就会 我就旋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各种颜色的光的偏振 同意吗 就是你会发到颜色发生变化 对不对 你会发到颜色发生变化 上面和下边不一样的 你注意啊 它上面和下边不一样的 是不是 发生变化 对不对 上面当然一定有一个消光的地方 对不对 有两个消光的地方 可是呢 下边呢 下边的光总是就是颜色发生变化 实际上这颜色发生变化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发生了炫光射散 对不对 就这个 就这个道理 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炫光现象的时候啊 当然我就想 哎呀 这个是为什么呀 当然我自己想解释 可是我也想不出来一下子 想不出来我也想 这个肯定是教科书上都有的 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我就看一下教科书吧 当然教科书上的那个解释 实际上就是 菲尼尔给出的解释 非常漂亮 这是菲尼尔给出的解释 现在呢 反过来 把线边正光啊 用两个 频率相同 正负相同的 确定相位差的 左旋圆片正光和右旋圆片正光 来合成 其实这个合成啊 在量子物理里面是更自然的 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说一下 那么菲尼尔发现呢 你这样这个 合成以后呢 你只要做一个假定 所谓炫光物质是 对左旋圆光 圆片正光 或者右旋圆片正光 它们俩之间的速度不一样 造成的 炫光现象是这么引起的 那它这个解释很快就成立了 这一点呢 你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这个 跟类比一下 单轴晶体 是说的是什么呢 当你把这个光啊 分解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光 互相垂直震动的光 一个是欧光 一个是异光的时候 这个欧光和异光 垂直于震动方向 或者不是沿着光轴方向的话 这两树 线片正光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会产生它们之间相位差 然后会有干涉呀 或者变成圆片正光啊 或者变成椭圆片正光啊 或者变成线片正光啊 这种事情是吧 这里边呢 是圆片正光的速度不一样 一个左旋的 一个有缘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图示很容易看出来 一个线片正光 它可以是左旋圆片正光 和右旋圆片正光的合成 一个是左转 一个是右转 当然它们合成的东西 就在中间这么震动 对不对 这很简单 那假如说 左旋光和右旋光 速度不一样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旋光物质以后 左旋光和右旋光 它们的那个相位变化 就不一样 对不对 于是这左旋光和右旋光 它们之间就有相位差了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它们的相位差的意思 就是它们出向有了变化 这个出向是假设 它们之间出向是等于零 都是等于零 那么有点变化以后 它们合成的震动面 就发生改变 就这样 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以左旋物质为例 左旋物质通常是 左旋光走得快 右旋光走得慢 现在移术片正光过来了 通过左旋物质 它变左旋一下 左旋意思是迎着光看 逆时针转一下 逆时针转一下 所以你本来是在这个位置 还没进来的时候 当然它们相位是一样的 两个一起转 先偏正光位置 偏正面子在这 现在它左旋光快一点 左旋光快一点 实际上就是说 右旋光的折射率 会比左旋光的折射率大一点 对不对 大一点会怎么样呢 因为通过这个旋光物质以后 相位落后不一样 右旋光的相位落后这么多 这个容易理解吧 因为它光层不是这么多吗 左旋光相位落后呢 这么多 这两个不一样 左旋物质的时候 左旋光快 也就是说N而大 N而大的话 它落后多一点 你在图上表现出来什么呢 本来这个是震动面 对不对 现在右旋光是这么转的 注意啊 这么转的 孙思枕转的 它现在比原来这个地方 落后了这么多 往后边落后 对不对 看见没有 左旋光呢 左旋光是这么转的 原来位置在这 落后当然是往后边 落后这么多 这两个大小不一样 它大一点 所以它落后多一点呢 于是通过这个左旋物质以后啊 这两个旋转光合成 也就是说合成是在 它们这两个的角平平 角平分面上 对不对 这个偏正面是在角平分面上 那这个角平分面 比起刚才你进入它之前的平面 这偏正面来说 旋转了一个扑晒这个角 这个角你在几何上 很容易算出来的 对不对 很容易算出来 这个一算图上就算出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就是这个 和刚才我们这个偏正光的 那个偏正角的公式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前面这个东西 就是偏正率 对不对 这就是旋光率 那这个旋光率 刚才我们说通常是 它跟波长成反比的 对不对 这里边有个波长 那实际上是 这两个折射力差 实际上也是跟波长成反比的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你就观察到了这个旋光现象 就这么简单 非常漂亮 对不对 简洁 物理图像非常清楚 感觉到这个 看完了以后 对菲尼尔这个人感觉是非常敬佩 就是 非常这个漂亮 感觉 这个浓度 刚才这个旋光呢 也可以用于浓度车辆 比如说这个溶液呢 就有旋光特性 它是比如说左旋也好 右旋也好 那这时候呢 它旋光角度呢 它是 前面旋光绿实际上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旋光绿一个是什么呢 它浓度 还有一个呢 就比旋光绿 就是这种溶液本身特有的这个旋光 旋光的这个 一个产量 对不对 然后你溶液的浓度大小不一样的话 旋光程度就不一样的 这可以容易理解 对吧 所以你 假如说把一个 这有糖溶液 然后 这个长度固定的 然后照一束光 然后偏振光过来 在这里面测一下偏振角 偏振角一测出来 那长度我知道的 然后这个比旋光力 我也是知道的 浓度就知道了 你很容易通过旋光 你就测浓度 对不对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呢 就是法拉第发现的 磁质旋光现象 这是什么呢 本来这个物质没有旋光性 没有旋光特性 现在加上磁场以后 沿着光传波的方向 加上磁场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 炫光物质 就是这个因为磁场的介入 它变成了炫光物质 于是呢 一个偏振光过来 它就有一个偏振 一个偏振 一个偏振角 这个偏振呢 不仅跟长度成正比 还跟这个磁场成正比 前面这个当然有个比例系数 这个比 这是一个物理常量 磁质旋光 跟这个普通物质的旋光不太一样 它跟磁场有关系 比如说一般的自然的旋光物质的话 它要是左旋物质 那就是它就产生左旋的旋光现象 它要是右旋物质 产生右旋的旋光现象 所以说呢 你比如说有一个注射光 到这个左旋物质了 那当然迎着光看去 它就是左旋了 对不对 逆时针转一圈 现在通过反射镜 反射回去 反射回去以后呢 它反射是左旋物质 它还在左旋 对不对 那左旋怎么左旋呢 因为反射光以后啊 这个偏振面呢 在那边 从那边看的话 要逆时针转 明白这是什么 对着光的方向逆时针转 逆时针转是这个方向 明白这是什么 左旋是 所以它这么一出来呢 又转回去了 所以陆时针转和反射光 这个时候偏振面是一样的 可是持次转光就不一样 持次转光跟持上方向有关系 所以比如说你现在 持上方向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光是跟持上方向一致的时候呢 它是左旋的 所以它是左旋了 反过来 从反射镜返回去的时候呢 因为回去的光 光的传播方向 和持上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变成了右旋物质了 所以呢 右旋物质可是从对着光的方向看 你要 你要 要这个右旋是顺时针转 对不对 顺时针的话 还是沿着这个方向 再加一个普赛角 于是呢 反射光和入射光之间呢 偏振面就差两倍的这个偏振角了 对不对 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当然应用 应用很多啊 最重要的是我我觉得法拉第这个发现这个炫光现象呢 它一个很大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当时不知道光和磁场和电场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个电磁波 那时候不知道 那个时候你一看 你发现光跟磁场有相互作用 对不对 磁场的方向不一样的话 它炫光的方向不一样 你就知道光和磁场这些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认识光的本性上 它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它是有积极力 对吧 就这样 好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把这个光的波动光学的内容呢 就讲完了 我们在这里边呢 实际上就讲了三个最重要的内容 最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干涉 一个是眼涉 这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讲了偏正特性